很多看过航母宣传视频的朋友,都有这样一个疑问,法辽阁,也就是现在的辽宁号,航母舰载机起飞,为什么不能利用该舰300米的甲板跑道,而只是在舰手部为起飞? 既然它是华月起飞,那么多一顶起飞,距离的增加接载机在鹤岩会很有帮助,不光如此还能提升飞机的作战半径,为什么不充分利用这一点呢? 其实,这个问题简单来说就是,飞行甲板不能完全用于起飞,因为有的时候甲板的后方用于给飞机回旋港。 要知道航母不比陆地机长,因为空间问题,如果有跨越跳板的话,那么那些地方就不能停飞机,像美国的米米兹机航母,可以搭带80多架飞机,如果有跨越跳板的话,那么飞机可能要减半,作战能力可不止减半,加上月顶机无法在华月式的甲板上起飞。 咱们举一个有利的证据,我们熟知的法国核动力航母戴高乐号,当年出场的时候,往上面放舰载机,并且测试各个型号的飞机在航母上的活动情况。 当121年预警机上舰时,出现了无法转弯的困境,法国海军还特地为此,将它开回船场,加装了四里的飞行甲板。 除此之外,在航母上的飞机,都是以编队的形式出动的,不用的飞机都放在机库里。 另外,在航母上降落飞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有时还会有生命危险,降落时,飞机无法一次性完成降落是常有的事。 因此,就必须要保持航母的跑道通畅。 所以如果,将航母甲板全部用于起飞,算是对甲板功能的一种浪费吧。 这也就是我国需要自主研发出弹射器,来装备我们的航母的原因。 因为当今世界弹射,已经是效率最高的起飞方式了,对于华越有非常明显的优势。 首先华越要逆风,对天气要求高,而且在重游限制,靠游打,最后就会影响整体战机,作战半径和战力。 海军世界第一的美国航母阿勒斯座弹射器,已经是很牛逼的效率和出勤率了。 不过,无论弹射器还是华越版,唯一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舰载机的起飞滑好距离缩短,以能在很短的航母上起飞。 到这里,我也不得不为那些天才头脑的科学家们的智慧感到惊叹,同时也为那些奋战在第一线的军工科研人员致敬,没有你们的辛苦付出,就没有如今的中国制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